我們那次改的是 一開始我就連輸了五題 然後王欣霖就突然說 那你不是都聽我的歌嗎 對 我就跟他說 我那陣子都在聽楊丞琳的歌 然後 然後王欣霖就突然罵了一個 小髒話 就那幾個兩個字 兩個字 你跟王欣霖也有過互動 對 因為我以前一直都是 有在追他的 然後就例如說他的簽唱會 我什麼全部都會去 所以每一次例如說他只要有發片 或者是有上節目 我們能訪問的時間 我們都會去訪問 剛好那一次是玩一個猜歌遊戲 猜歌王一樣 對 因為以前他的歌 我全部都猜得出來 可是我想說以前玩過太多次了 我們就是改一個規則 我們那次改的是 很難 因為加上我本身 又不是那麼懂音樂 就是我很容易 聽不出那個音在哪邊 所以後來那一次我就 一開始我就連輸了五題 然後王欣霖就突然說 那你不是都聽我的歌嗎 對啊 尷尬尷尬尬 你五題至少贏個一兩題吧 這一個 我覺得那個時候 那陣子聽比較多楊成琳的歌 我就跟他說 我那陣子都在聽楊成琳的歌 然後 然後 然後王欣霖就突然罵了一個 小髒話 我們 他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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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那幾個兩個字 兩個字 沒有 沒有 兩個字 兩個字 然後後來我們就把它消掉 嚇我一跳 我想說 我第一次看到她罵我 對 妳跟人家講說 妳對人家很熟 對 那時候是華登初上的 心如姐跟小月哥來我們節目 就是來被我們訪問 然後跟我們一起出去吃吃喝喝這樣 其實他們都很大方 但我就是畏畏縮縮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很怕惹到前輩 然後就變成我什麼都不敢問 整場我們三個組成都是另外 都是威廉哥跟豐田在講話 然後結果真的 我真的好 我要來講了 的時候 我又問得很驚 然後之後來一咖 切入姐就直接這樣 我說Dora 妳就問我們不是還有一起演 就是她就說 對啊 妳又演 妳又不是沒有看過 妳又演華登初上 對 然後她就自己 自己講說 其實妳敢問妳就問 妳真的覺得有冒犯到我 妳後面再來講 對 她就說妳反而是最應該要問的 我跟你講 我不會回答的我自己會接 就是其實他們人都超好 然後曉悅哥吃東西吃好一半 我 就不是故意 可是因為我以為已經要接下來吧 我就直接說 那是怎樣怎樣 她就這樣看著我看好久 然後 我不敢看她的眼神 然後我就是這樣 然後我想說完蛋 妳的眼睛很大 對啊 妳的眼睛很大 就這樣 她說完蛋了 結果一咖咖小悅哥就 我就立刻跟她道歉 她就說 沒有 我剛剛覺得 妳的那個口感講得很好 我在聽妳講 她在給我 她其實是很認真在給我鼓勵的眼神 是 差事給妳 對 也不用想那麼多 對 能夠比較活潑自然 對 然後妳有 人家被訪問者 她也會覺得舒服 沒錯 妳站在畏畏縮縮 緊緊張 補家 對 我們做娛樂新聞其實壓力蠻大的 是因為如果我們拍完影片 不夠好笑 我們是會不播這個新聞的 我們就是只要文字寫完 那個新聞稿出去 我們就交差了 所以拍的影片其實 我們有一半影像是沒有播的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公司 是比較新媒體 所以我們的受眾都是喜歡年輕偶像 韓團 然後喜歡炎亞倫 這種 然後後來因為那次要訪問的是鄭忠基 就比較年長一點的偶像 可是我們怕我們的那個娛樂新聞 你剛剛講什麼 年長的偶像還好吧 可以 可以 資深的偶像 他很會唱 他是我的偶像 對 他是我們的偶像 可是現在小朋友看我們的娛樂新聞可能不認識 對 他們太小了 對 可是我們要追求那個點閱率 所以後來那個時候主管就只有丟一句話給我 他說 如果你今天讓鄭忠基開口唱歌的話 我就幫你播這條新聞 我想說 那我也有一個死命感 我今天一定得問到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我就把旁邊的攝影大哥就交代好 我說如果他等一下有機會唱歌的話 你就立刻拿單眼出來幫我錄下來這樣子 然後後來那個訪問訪到一半我就突然問他說 那這次上小巨蛋演唱會 那個陳惠玲會來跟你唱歌嗎 他說好像不會 你慢慢在隱均 對 後來我就說 那如果惠玲姐可能不能來的話 還是我現在跟你唱一段 戴個假髮 後來鄭忠基唱的眉飛色舞 也不錯 男生站著 結果他真的跟你製造浪漫 結果他沒有答應我 可是我不理他 我就先唱 我就打字 用電腦打到一半 我就說 他覺得我唱得太難聽 他覺得他聽不懂 他受不了了 他終於開始唱了 上鉤就唱起來了 就上鉤